国产航母首次试航任务是在今年5月13日开始的,为期5天,主要对动力系统动进行了测试,而第二次试航在8月26日开始,为期10天,比首次试航用时多了一倍,这说明第二次试航,涉及的测试任务范围更旺。 先来了解001A航母,中文明,001A型航母,外文明,001A Aircraft Carrier,建造船厂,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,潜行航母,库茨涅索夫,元帅及航空母舰,国家,中华人民共和国,潮水时间,2017年4月26日,服役时间,预计2020年,航母结构, 华越起飞,动力装置,常规动力,多位,6.5万多,造价,30亿美元,满载排水量,6.5万吨,发展史,2013年8月31日,中国大连造船厂被证实,正在建造型航母,大型厂房内一个故似航母舰手的分段,结构类似较零件,属于中型华越起飞,常规动力航母,型号为001A, 其也被认为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,2013年8月29日,中国国防部新闻,事务局,举行的旅行记者会上, 针对中国国产航母的问题,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,其余的明确答复,回答,我们早就说过,辽宁舰是中国的第一艘航母,但绝对不会是唯一的一艘,今后我们会根据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,综合各方面的因素,统筹考虑国防的发展建设问题。 自从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号复印以后,外界对于中国今后要建多少艘航母,先建造常规动力航母,还是直接建造核动力航母就有不少猜测。 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,根据已有的资料,中国计划再建一艘常规动力航母,中国拥有两艘航母后,就可以逐渐积累使用它们的必要经验。 提高中国海军级海空机潜力,似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的造价可能达到30亿美元。 2013年10月3月报道,中国军工企业负责人,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中国已做好建造首艘国产航母的准备。 2013年底,大连造船厂举行了航母钢板的切割仪式,这意味着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正式开工建造。 2014年,大连造船厂的室内船台上,进行第一艘航母的分段建造工作。 为此,大连造船厂准备了10年以上,建造了长达400米的室内造船台。 为了加强保密工作,室内造船厂设立了专门的安全区,也和外人不能接近。 报道着,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将在辽宁号的基础上进行改进。 因此被称为001A型,001A型航母舰桥部分将有所缩小。 另外雷达,武器系统都会有调整。 与此同时,航母上的生活设施将会更加完善。 权威消息称,航母动力系统采用的是哈尔滨生产的锅炉,采用蒸汽轮机动力。 而航母的钢板则是由上海宝山生产。 航母整个建造工期预计为6年。 船体的室内建造时间,大概是要2年。 因此这块在2016年船厂会把各船体分段,集中到370米长的船屋内进行合拢。 解释外界就可以通过微卫星,牧师进行确认。 2017年4月23日,首艘国产航母已穿上海军舰艇的统一正装,标准的海军灰色。 小手架也在陆续拆除中,预计将很快下水。 2018年5月13日清晨,001A型航空母舰从大连造船上码头汽航,赴相关海域执行海上试验任务。 主要检测验证动力系统等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。 5月18日,完成首次海上试验任务,即将返回大连造船厂码头。 这次试验任务,多项设备得到了进一步测试,达到了预期目的。 2018年10月28日上午,001A型航空母舰从大连造船厂出发,赴相关海域进行第三次海事。 海军89号中和暴涨船,首次随航母共同出海。 对于001A航母的命名现在也大有争议。 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评论详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タレ T